大家好,我是油奶爸 首先,在這邊告訴大家 我怎麼錄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非常簡單 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小攝影棚 左邊一盞燈 右邊一盞燈 上面天花板本來就有燈 後面為什麼是白色背景 純白的背景很簡單 買全開的圖畫紙 把它黏起來 完成 就這麼簡單 好 今天要來講的是 喔對 還有一個重點 錄影機、攝影機品質要好一點 拍起來才會好看 燈光打過來 要打得夠亮才會好看 人要長得帥才會好看 謝謝 今天主要講的是 怎麼樣讓別人找到自己的網站 怎麼樣讓別人找到你的網站 因為油奶爸平常在教的課程 不是網路行銷 而是教怎麼樣在網路上建構自己的網站 因為教網路行銷的講師很多 比我厲害的人非常多 我其實也是一個學生 一個在學習網路行銷的學生 那我自己在2003年的時候開始創業 那個時候很少人在談網路行銷 可是那時候我們能夠行銷的方式就只有一種 就是透過網路的管道 所以那時候 我開始做網站 然後銷售自己的產品 那時候也沒有Facebook 也沒有部落格 所以是土法鏈鋼 就是把網站架起來 可是那時候有很多討論區 所以我那時候賣產品很簡單 我就到每一個討論區 跟我的產品有相關的討論區 就很像類似現在的粉絲專頁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粉絲專頁 其實討論區就好像以前的粉絲專頁 所以只要我找到跟我的產品屬性相當的 相關的討論區 我到裡面去留言 一般都會有很不錯的效果 只是我留言的內容都是跟我販售的商品有關係 而且能夠解決掉別人的問題 在裡面跟別人互動討論 然後在自己的簽名檔加上自己的網站超連結 這樣人氣就慢慢的過來 這是很傳統的做法 但是它非常的有效 那今天要講的是 怎麼樣讓別人找到自己的網站 我們要講的不是關鍵字廣告的 收費型的搜尋型方式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免費的方式 也就是SEO SEO 什麼是SEO SEO的英文縮寫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也就是搜尋引擎的優化 所以搜尋引擎的優化就是說 你的這個網站 是讓一般人看得懂 而且能夠讓網路的機器人 蜘蛛人 就是像Google的搜尋引擎 或者是Yahoo的搜尋引擎 能夠來看到你的網站 那你的網站裡面的關鍵字 你的網站裡面的內容 是不是跟你販售的商品有關係 跟你提供的專業知識有關係 而且如果被閱讀的量越大的話 你這個網站被搜尋到的機率相對的也就越高 那這個就是簡單的SEO的一個做法 有很多網頁公司 他會提供SEO的服務 也就是你可能花錢 請他們幫你做某個關鍵字 那他們可能保證在四個月或五個月之後 讓網友搜尋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你就能夠排在第一名 或者是排到第一頁 那一般要做到這種服務的話 市面上的收費都見仁見智 比如說一個關鍵字 一個關鍵字 一個月支出大概是五千塊錢的行情 五千塊錢行情 比如說我要減肥茶 減肥茶這個關鍵字要列在第一頁 搜尋引擎的第一頁 那可能就要付出五千塊到一萬塊不等 要看這個關鍵字被競爭的 被競爭者多不多 競爭者越多的話 當然就越貴 那提供SEO服務的公司 他們就會幫你做這樣的服務 幫你操作這個關鍵字 那有沒有辦法讓這一個 SEO的做法自己去做 自己去執行 那底下我們就來講 大概有15個小技巧 15個小技巧